大家有很多問題,我想解釋一下糖尿病 有很多人不喜歡抽血,所以醫生說我和你抽血驗,你有沒有糖尿病 他說不,糖尿病驗尿便可以,糖尿病名稱是中國人有的 我一個人不是叫糖尿病,我一個人和尿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剛才阿芳英都說過,你尿裡面有糖,未必代表你是糖尿病 你尿裡面沒有糖,不代表你是一定沒有糖尿病 你尿裡面沒有糖,不是沒有糖尿病,不一定 糖尿病為何在中環那麼特別呢? 我講個小小的一件事給你聽 我剛在二十多年前,我在美中出來,美西 我媽媽都對我說nek香肉說 如果小便不在廁所 便會在地上一點 乾了便不會有矮 如果有矮在生育上的小便便會有糖尿病 我一聽說 爸爸有糖尿病 立即和他討論 所以現在在美國來說 糖尿病的定義不是說尿內有糖 剛才我提及過尿內有糖尿病未必是糖尿病 尿內沒有糖尿病未必等於沒有糖尿病 到底什麼叫糖尿病呢 美國來說 當你的胸腹血糖 即是沒有吃東西 沒有吃東西 8-12小時去抽血 你的血糖的定義是100以下便是正常 125以上便有糖尿病 很簡單 現在這是很直接的定義 那你說我115了 有就沒有 其實100以下便是正常 125便是糖尿病 由100或者101到124 現在美國有一個新的名詞 就叫做糖尿前期 前期即是pre-diabetic 糖尿前期有什麼不好處 剛才阿方先生說得很清楚 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這麼多後遺症 那你說我糖尿前期有沒有後遺症 一般來說糖尿前期沒有什麼特別的後遺症 不過你說我糖尿前期會不會變成糖尿呢? 會 如果你糖尿前期你完全不理它 譬如現在我去抽血 你看看你100多 如果你說我1001 那你就可能不久 如果你說我123 那你就可能很快變糖尿病 那它根據統計就說 如果你糖尿前期由101到114 那段那段那段 如果你不理它 就是照常日生活 沒有改變的生活方式 你就會每一年有5%的機會 你變成糖尿病 那我就說 8%而已 20%會有很久 喂喂不是 一年就5% 十年就50%了 即是說你十年以後 有一半的關陽的情況 你可能變成糖尿病 那這個是你從101開始 如果是115 你不是十年 你十年就可能已經過了 所以換句話說 你糖尿前期 你不理它 我們就說 遲早 你都會變成糖尿病 那個時候是最好治療你的 即是你病人病 因為那個時候你沒有 你最好 你能夠叫醫生 搞到你再過20年 30年都不會變成糖尿的 那就好了 那當然了 30年的話 我今年60歲 那如果你60歲 你是糖尿前期的話 如果醫生幫你30年 你不變成糖尿 你都差不多了 那麼40年 最多 那你就不會有糖尿 糖尿是一種很不好的病 好 但是呢 現在我們剛才說過 什麼叫做A1C 剛才阿方先生說 其實這個A1C 是一個更加準的 來驗血糖的 那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病人 有些病人 他來看我 他早上 他跟他驗血糖 他是99 或者98 你正常了 那是不是呢 這個病人 是不是一定沒有糖尿呢 不一定的 有些病人 就想騙個醫生的 他就廢 於是 一連三天 就在那裡禁食 完全不吃甜的東西 去醫生 見醫生 那天經常都不吃東西 只是喝水 之後有抽到低辣 那你可以這樣騙個醫生 胸腹血糖可以騙到的 但是呢 現在你那種 他驗那種呢 A1C 中文翻譯叫做 血紅蛋白 Heboglorine A1C 就叫做血紅蛋白 那種血紅蛋白呢 你就騙不到醫生的 他就是驗到你平均 過去三個月 那個血糖 那有人會 三個月 那你叫我每個禮拜 來抽 那不是 那你有沒有騙我 我抽一抽血 你知道我三個月平均 因為知道你三個月平均 那我解釋給你聽 那我要先先解釋 這個血紅蛋白 他們叫做A1C 到底它那個 是怎樣計的 血紅蛋白呢 如果你是6以下呢 有些 有些實驗室 甚至5.7以下 如果你是6以下 你是正常 由6到7 就是糖尿前期 就是剛才我講過 由101到1114 1124 但是如果你說你一個7以上 你就是糖尿病 很簡單 就是6以下正常 6到7前期 7以上 糖尿病 這樣說 好 那你如果來見我 我就不只是和你驗 胸腹血糖 以前是驗胸腹血糖 現在我根本不需要和你驗胸腹血糖 我就是和你驗三個月平均血糖 那你說 喂 三個月你怎知道 醫生你怎知道三個月 其實很簡單 他就不是驗你 就不是驗你 那一早抽的那個血裡面 那個你到那個血糖 不是抽 他是驗你那些紅血球 爆了之後 那個血糖素裡面的糖分 這有什麼意思呢 原來我們這些紅血球 每天有些紅血球 在骨髓裡產生出來 也都每天有很多紅血球會死 老了嘛 又有些新的紅血球出來 所以呢 一個紅血球 他的壽命平均來說 是三個月 如果你今天 我有幾多百萬個紅血球 一個骨髓出來 這些新的 對新的 一出來 服務這些紅血球 過了三個月之後 一般來說這些紅球 全部死光了 有這樣的朋友 每天都有新的出來 如果我今天和你驗 我不是和你驗現在血裡面的糖 是和你驗那個血和蛋白裡面所含的糖 那就是說你爆了那些紅血球 即是裡面的那些糖 那就是說 今天你爆了那些紅血球 就是過去三個月 都在這個血道周圍走 那這三個血就在那裡吸收你的糖 於是你就驗到你過去三個月 它每天都吸 吸到還沒爆 那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說 比如說剛才方先生說 兩個月前我吃了一盒 一盒C's candy 嘩 那你吃了一盒C's candy 可能你跟著那兩三天 就很高了 那我不知道 你沒有驗血不知道 但是你騙不到那些紅血球 那兩三天它就拼命 這麼高就拼命 吸了很多血糖 到它爆的時候 兩個之後爆 它就知道了 你吸了那麼多就放了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解釋給你聽 就是說 你平均 你現在是三個月那個你吃 就是你如果吃東西多也好 吃東西少也好 一驗就驗到你過去三個月 整三個月裡面平均血 所以現在來說 什麼叫糖尿病 在美國那個一般來說 定義就是說 如果你的血糖蛋白 是高的7 有糖尿病 如果你是6以下 你什麼事都沒有 你6到7之間 就是糖尿前期 這是第一個很基本的定義 那怎樣醫法 我們有不同的方法 那我就解釋一下 給大家聽 就是糖尿的情況 好 那現在呢 我想我們還有第二次 或者甚至第三次 因為糖尿病 因為糖尿病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病 那我很快要給大家問問題的了 那糖尿呢 最近在美國是很重要的一個病 他們說呢 現在美國越來越多人有糖尿病 為什麼 因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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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小學呢 過幾年前 那些小學生回學 吃了什麼 吃了什麼 下午的 天天就喝汽水 喝一罐汽水 一罐汽水裡面呢 就 有一罐汽水裡面 平均有13根砂糖 那一罐汽水已經夠了 那些 那些 因為那些腎子已經多了 所以那些腎子就會肥 那些腎子就會肥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當他們到大的時候呢 我們要知道 再過三十年 這幫人或者三十幾歲的時候呢 就有糖尿病了 我們可以差不多肯定 如果他們不改變習慣的話 那他們說呢 到三十年之後呢 美國整個 醫藥系統要破產 因為糖尿病一樣要破產 因為太多人要糖尿病了 那這就是現在糖尿的一個問題 那這就是一些 現在他們 美國的 他們擔心這件事 糖尿病 那現在我就把時間 開放給大家 問問題 是 是 我現在想請問 是否有糖尿病 我教會有個姊妹 經常吃什麼都咬的 即是呢 她吃什麼都咬呢 就要用打開水來拌飯吃 我見面好聽的 OK 我們就回答這個問題 不過我最好呢 如果大家有糖尿病 我先問問 你這個問題 有一種病我們叫做厭食症 那這種厭食症呢 是你吃什麼都咬的 什麼都不能吃的 什麼都咬的 那這個呢 有很多人甚至會很乾 那這個就要吃藥 要看為什麼有厭食症 即是你說吃什麼都咬的 那就是這個情形 那當然 有些人就 那些腸胃不舒服 那就是咬的 那就是短時期 有些人說 一般人說 不是厭食症的 一般人說你吃錯了東西 有些胃發炎 有些那樣那樣 那樣就咬的 但是你說 不是喔 你說它整半年 一年都吃什麼都咬的 那這個就 可能跟那個有關 是厭食症 會不會做完手術 我不知道你做過什麼手術 那你做手術 但是如果你做手術 你塞了 那當然會 你塞了 那些東西過不了 那就是有一個這樣的情形 好 現在我想問 如果那些糖尿156 高不高 高 一定是糖尿 太高 我看到醫生醫生說 沒有吃藥 沒有吃藥 連魚仔都沒有給我吃的 那你想說 第一 你156 是不是先空腹 那如果你剛剛 所以我們要講的 就是要空腹血糖 為標準 那如果你剛剛 現在我不要講那個 血紅蛋白 現在就講 驗血 那驗血來講 如果 你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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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去吃蛋撻 又要去吃 煎堆 又吃完了 又去喝 又吃到一碗紅豆粥 然後去抽糖 那這樣就不高 空腹 是不是 沒有啊 我12點吃完 我兩點抽血 那這樣就行 那這樣就行 那如果 你12點吃飯量 是最高的 血糖 你吃 你吃飯 你要消化了 吸引我們的 2-hour post-perineum 就是一個人 血糖 一天裡面最高 最高的時候 就是吃完飯之後 兩個小時 他就最高 那沒錯 你醫生說你沒事 如果你吃完飯 兩小時去抽糖 150 60就沒事 180以上就有事 現在我講那個 大家要聽清楚 我講一個定義 糖尿病的定義 胸腹血糖 1525以上 是叫做糖尿病 是胸腹血糖 講到講 你要最少有8小時以上 不吃飯 最好是12小時 這樣就算 你騙了 吃完飯當然沒事 那如果醫生說 不知道怎樣 那我再跟你抽一次 立刻跟你抽 抽個血和蛋 或者一體就知道 看你過去3個月 到底你是高 是6 還是7 那資料沒有糖尿 他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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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說的 多少 6 6 6人沒有事 那他就說你沒事 但你156個 你剛剛吃完飯 好 剛才有問題 是 我看過報紙 它說 南瓜和關薯 都是對糖尿病有益的 為什麼它是甜蜜粉來的 那 南瓜是有益下糖 其實甜的東西是有幾種不同的 那 生果來說 因為生果都是甜的 你吃生果就沒有吃朱古力那麼貴的 生果有些糖 剛才你聽過 方先生也說過 有一種藥吃了 又改變了你的糖 那 糖有好多種糖 最不好的糖 是葡萄糖 它叫glucose 那些糖你吃了之後 或者那些糖 你吃朱古力 你吃糖果 那些 那些就進去 變成葡萄糖 那即刻你的血糖高 另外 澱粉 你吃澱粉 你吃麵包 吃飯 吃了之後 它一吸收了 然後就消化 消化了吸收了 去到血度又馬上見到葡萄糖 那些就很便宜 有些糖就不會令到糖高 第一是fructose 就是生果 還有你所說 譬如南瓜 南瓜裡面是甜的 但那些糖不是葡萄糖 那些是fructose 那些是生果 生果來說 有些生果是可以的 剛才你說蘋果 梨 其實橙也不是很便宜 有兩種生果是glucose 兩種生果是不行的 第一是西瓜 西瓜那些是葡萄糖 你吃了 第二種就是這個 龍眼 荔枝也可以 龍眼就不行 這兩種生果 它們的糖分是葡萄糖 所以你要小心 OK 有沒有問題 我想問一下 insulin的胰島素 從哪裏來的 胰島素 現在有很多種 有些胰島素是抽動物的胰島素 在不同的公司 有些是用化學成分製造 有些是長期的胰島素 有些是短期的 所以不同的公司 有些不同的做法 有些在動物的胰島裏 抽出來再提煉過 有些是在實驗室裏 因為這些胰島素 你會知道化學成分 你可以在這裏做 看看你是哪一種 OK 我想問一下胸腹熱血的時候 為何有時高時低 我追溯是否昨晚吃到甜品 又不是 它又會高 即第二天它會高 但過幾日有時它又會低 那原因是什麼 你胸腹血糖 就不一定是每一朝一央 包括你血壓 我告訴你 譬如你說 我今早去過醫生那裏量血壓 是116下面70 醫生說你的血壓很漂亮 第二個月我去量 一百五日之後 一百五十幾 那你血壓很高 那我也沒事的 血壓高 就是為何呢 就是跟你的很多東西有關係 跟你的情緒有關係 或者上一次你就停停蕩蕩 去到那裏坐在那裏 坐三個字量血壓 今次就說 剛好就坐了巴士 沒有拒命走走走走走 去到那裏門後 踢到那裏 跌得掉膠之類的東西 你上去不就很高 血糖一樣 所以我剛才說 如果你是見我 你可以騙我的 即是胸腹血糖 你兩人不吃東西 甚麼都不吃 那麼那你 搞到你好好好 血糖很多人 而你沒事 那樣 你一驗完血之後 你回到去拒命吃回 補回數 那你就驗不到 我不想你騙我 我就不跟你驗胸腹血糖 我就跟你三個月 如果你能夠三月都不吃東西 那你就好餓了 所以你說空腹血糖 每日都可以高一點低一點 還有一件事 這個不就是吃東西 剛才方醫生說的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說 方醫生說你血糖高 可能會高 可能會低 和你吃東西有關係 為甚麼 大家說了一件事 可能和你情緒有關係 情緒有甚麼關係 那情緒和你吃東西有甚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 如果你情緒不好 如果你太過大壓力 你身體的腎上腺 就產生了腎上素 adrenaline 就放出來 腎上素就令到你的肝 就產生了一種化學作用 或者生化作用 就叫你的肝產生多些糖 這個叫做gluconeogenesis 你的肝怎麼會 你的肝怎麼會做多些血糖出來呢 就是和你那個腎上素很有關係 我只是說一件事給你聽 大家就知道 真事 有一次有個媽媽 就和兒子在街上走過馬路 兒子就兩歲三歲左右 兒子就 跑給你幾下 走到馬路上 然後天啊 走到馬路上 中國人走上去 便在哭 用了兩隻手 抽起一架車 然後他踢了兒子出來 放回車下去 媽媽跟著背脊痛 後來走去照X光 把他背脊的脊骨裂了很多 為什麼媽媽這麼大力 她是超人超人 就是因為那一剎那間 媽媽突然緊張 她的腎上掃馬上產了很多腎上掃 腎上掃就立刻刺激肝 肝就立刻出了很多血糖 你需要很多血糖 因為能量 這是一件事 意思是說 如果你太過多壓力 太過多擔憂 擔心 擔憂 你的血糖會高 就因為你太過高腎上掃在血裏面 引致你的腎上掃高就去到肝 而令你的肝的糖 血糖就走出來了 這叫Gluconeogenesis 就是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你說你早上為何今天有這樣的原因 有不同的因素 請問一下 肉桂是否可以幫助Fiber 肉桂Fiber 你說肉桂是怎樣吃的 你說桂皮嗎 肉桂粉 肉桂粉 肉桂最漂亮的那些就是 我想你吃纖維就 所有的粉 樹皮那些都是有纖維的 我如果用纖維就不會用肉桂粉 那麽貴 如果你要用纖維的話 你不是去買五谷的纖維 你去買一些Metamuseo 一瓶這麼大瓶 不便宜 或者你吃多些菜 一般來說當然是粉類 你將它硬碎了 這些樹皮那些 肉桂是樹皮 是有纖維 但我覺得很少人會用這個做法 有無其他問題 我被夾夾夾夾夾夾 晚上不睡得了 是否空汁或什麽呢 那腳臂 剛才講到糖尿 糖尿有兩種的問題 有人說為什麽 為什麽糖尿病會用眼睛盲的 為什麽糖尿病要鋸腳的 為什麽呢 因為糖尿病的血糖 是一種的副作用 引起你的微絲血管發炎 如果你的微絲血管發炎 即是血不到 我們眼睛那裏 我們眼睛那些血管很實 很幼的 特別是現在講的 視網摸的 retina 那些血管很幼 我們是微絲血管 如果這些血管是塞了 如果有些發炎 塞了糖尿病 血不到 那些血不到 那個微絲血管就會破裂 於是 眼睛的視網網 於是就出血了 那你就眼睜了 於是 這就是一種 腳 為什麽要鋸腳 為什麽會有糖尿病的人 譬如普通人 他的腳趾損了 又沒有這麽緊要 但為什麽糖尿病 腳趾損了 鋸了他的腳趾 即是說他變黑了 為什麽他會不埋口呢 就是因為他的微絲血管都塞了 因為糖尿病的原故 因為有diabetic vasculitis 即有一種微絲血管 就塞了 有一些發炎 血不到 血不到 你就醫治不好 那另外 這是一種 這是血管的問題 第二種就是神經的問題 你現在說 你問我為什麽腳趾 你腳趾很多原因 其中有 沒錯的 有一些人 他因爲有糖尿病 就會腳趾 亦都可能會腳痛 亦都可能會完全不痛 沒有感覺 三樣東西 因爲你的糖尿病 亦都影響你的神經活躁 我們叫做diabetic neuropathy 即是說你因爲有糖尿病 就引致你的神經活躁 即是那些 就變成發炎了 那如果有三樣東西 第一 它可能 因爲你的神經活躁 是有發炎 有什麽不妥的話 或者血不到的話 它在這裏麻痺 這是一種的可能性 一是痛 痛得不得了 日夜痛 神經痛 第三樣東西 神經死了 就不痛 所以如果有些人 他的腳 又痛 變成不痛 即是說 很痛 不痛 如果不痛 以爲不一定好 就說你的神經死了 死了便不痛 如果不痛 如果不痛的話 你的腳 你找 你找 你用口煙去拿 他的腳 你都沒有感覺 你找刀去割 他的腳都不痛 因為神經 神經是死的 神經是疼你痛的 如果你到那個地步 就變成神經問題 所以我很多時候 方先生說 是的 如果有一個糖尿病的人 人家覺得特地糖尿病 是有些比較嚴重的 他來看醫生 是要他脫了鞋 脫了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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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我為何要這樣做 他說 我都不痛 他可能選了也不痛 可能快了也不痛 他那些神經不修 死了 他不覺得 但醫生看過 不是的 烈了 烈了 紅了 但如果你感染的時候 如果你不快去醫 他的微思管 就死了 以後你要割腳 所以你現在說 回答你的問題 你腳臂 你有沒有糖尿 如果你腳臂 你有糖尿 你這種就是 我們叫做 Diabetic Neuropathy 即是說 糖尿的神經 抹煞的問題 那就有些藥 給你的 但如果你不是糖尿 你可能不是 你是另一種 神經腺的問題 你可能 或者是 作為神經壓住 可能是 神經抹煞發炎 那樣的東西 也有藥 特別藥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有問題 例如說 自己要檢查 到底這個病 有沒有好轉 每天 測血糖 那又高又低 又低 那又低 那有甚麼 一般人來說 是會有高又低 如果你覺得 一般人來說 譬如說 你很緊張 那你就 我就覺得你炎兩次 你說早上早起床 因為你一天裡面 又吃東西 又多 又吃少些 那些食物是有影響的 那你最好都是 驗之後早 空腹 你一驗一次 另外一次 你或者看一下 下午 或者甚麼 再驗一次 那你最好做一個表出來 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 你不需要每一次又高 你很害怕又高低 你看整個趨向 如果趨向很平穩的 你就好 如果你趨向 好像不是的 好像現在 血糖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好像 三個禮拜前 就這樣 兩個禮拜前 一個禮拜前 又高一些 今個禮拜更高 那你就知道 你的藥是不太夠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 它越來越跌 或者食藥太多 但是如果 都是在那個情人下 高高低低 那看你高低有多少 通常來說 我們都是 你糖尿病的人 我們都是想著 你最好是保持到 你不要超過180 你吃完東西 什麼都是 你鹽血糖的時候 如果你高過180 有些可能已經控制得不好 低那裡 就很難說了 你如果糖尿病 有很多時候低到120 我們都可以accept 或者怎樣 110多 但是最好 你去到近100 就是這樣 飯後這些時候 還不重要呢 飯後那裡就很難說 就是你看你吃飯 吃什麼東西 看你飯多不多糖 有人說一吃完飯 馬上讀解很高 不是的 一吃完飯 兩個小時後最高 你那個不高過180 是吃了東西之後 就是未吃東西之後 包括吃了東西之後 包括吃了東西之後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你幾時量度超過180 過180 就不妥了 他說他150多 150多 就沒所謂 他剛剛吃完東西 但如果他說我180 那就不妥了 我想問一下 糖尿病 口不口肝 糖尿病有幾個症狀 我們知道的 第一就是 口肝 我們叫Polydipsia 就是你喝水都口肝 這個情形 這個就是 說你糖尿病控制得不好 如果你有糖尿病 我很口肝 但如果我給你吃了 你會說我現在沒事了 現在沒有口肝 即是說你已經控制到 當你控制不到 你一定會口肝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如果你控制得不好 血糖高 當你血糖高的時候 你的血的濃度就高了 當你的血濃度可以在你的細胞裡抽水分 回到血裏 那你的口腔內的黏膜 就是細胞來的 如果你的血經過你口裡面 將你口裡面細胞的水分 那你抽回到血裡面 那你就不會覺得口肝 但當你說你糖尿病有口肝 但我沒有多久 我現在不口肝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控制得好 你血裡面的糖不再高了 那就不會口乾 那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口乾 整天都口乾 喝極水都口乾 剛剛喝完兩杯水 15分鐘後又口乾 那這個有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去洗手間 一天不停去洗手間 因為如果你的血裡面的容量高的時候 他在腎過濾多了很多 過了很多他就少變多了很多 這兩樣 很多時候有人說我以前不用起床去洗手間 現在一晚起床去七八次 那這些就是脫糖的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羅先生 現在那幾時打開美國都市報 星島日報 世界藥報那些 都有一些廣告是說 怎樣控制糖尿病 那些又說是沒有作用 又被什麼胭脂先人掌 在農地的那些地方 效果很好 然後有一些就直接又搞出醫生的像 又有美國的那些認證 那些藥監獄的認證等等等等 那這些你作為醫生的角度 你是怎樣看呢 當然你有這麼多賣告白的東西 我不可以逐樣去查 但是我跟你說 如果真是一個人 能否發言不可以弱呢 他不用賣告白的 他不用賣告白的 如果我可以治好你的糖尿病 沒有副作用的 我立刻拿了一個羅佩義獎金 立刻變成了世界出名的 但以身為賣告白才是傻的 那些就不是糖尿病 一般來說 你那邊有關節炎 你那樣東西 如果糖尿引起腫 就是兩隻腳都腫 糖尿病本身就不一定令到你腫 糖尿病可能會影響你的腎 如果影響你的腎功能 你的腎功能做得不好 那你的腳腫 影響你的心 你的心臟衰竭 你就會腳腫 第一種是兩隻腳一起腫 如果你只是一隻腳 就不是糖尿病 那你有糖尿病 可能有另一種病 這可能是風濕 關節炎 那樣的 很可憐 OK 後面 羅醫生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媽媽95歲 她有這個病 但我說你沒有 就是沒有喝甜的豆漿 那些冰乾都沒有吃甜 我九十幾歲 我多久都不緊要 那我怎樣處理 你這個說法 你這個說法 從醫生的觀點來看 你有病 那當然是醫 如果醫的時候 一般來說 我們看 如果你真的跟照正醫生的方法去醫 那你 或者可以長命長多一兩年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自己是醫 但是你要看一看 這個不是醫藥問題 這是一個我們的哲堂問題 就是人生的問題 我很簡單 我講一個自己的例子給你聽 我在現在二十幾年前 我就剛來到三文市 我跟大家講 我媽媽說我爸爸 看到他的小便在地上 有些小便 有些糖 有些蟻蟲 我們立刻就跟他驗糖尿 他真的有糖尿 於是我就跟他說 我爸爸是喜歡去喝茶 又吃什麼 他又喜歡吃甜的東西 又這樣那樣 那時候我爸爸已經八十幾歲了 那時候我爸爸已經八十幾歲了 還沒有九十幾歲 那我就跟爸爸說 我爸爸 我說你現在糖尿病 我有幾樣東西 第一 你飲食要注意 OK 不要吃那麼多 剛才說 不要吃那麼多飯 不要吃那麼多麵包 不要吃那麼多麵包 不要吃多些沙律 就是那些沙律 你喝茶 就有些東西 你知道吧 糖尿病 我剛才講講 為什麼我剛才分岔講 為什麼方醫生說 如果你有糖尿病 現在美國有醫生 是叫你 你膽固醇正常 為什麼要你吃膽固醇 現在我們有一個不同的標準 如果你說我沒有糖尿病 我家裏又沒有人有心臟病 你那個 膽固醇 那個壞膽固醇的指標 是130 我們要做 130 如果你130 不上近 就可以了 我們醫治你 如果保持130 是很厲害 沒有高 但是如果你有糖尿病 即刻把你的膽固醇 那個標準 由130 降到100 如果你說不是 我爸爸又有心臟病 即降到70 即是說 我要把你的膽固醇 那個壞膽固醇 由130 降到70 才能夠保證 你不會心臟病 和中風的機會高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孫美哥哥 現在是這樣說的 叫你 如果家裏有心臟病 你自己有糖尿 就算現在 你膽固醇 看來是正常 都不行了 一定要你降到那個地步 現在說回我爸爸 他喜歡去喝茶 又喜歡吃甜的東西 又喜歡吃煎堆 我爸爸說 你這樣不行的 你又要減肥 又要不好吃這個 不好吃那個 那你才可以長命一點 我爸爸笑 他說 你叫我這樣做嗎 他說我一百十幾歲 他說我一來到美國 甚麼都不能享受 只是這些是可以享受的 你叫我甚麼都不吃 我有甚麼人生樂趣 那又怎樣呢 他說我不管那麼多 他說我照吃照做 他說你最多 你孝順地給我一些藥 他說我寧願吃藥 好了 那現在說回你媽媽 是否還是受疼 如果他說 喜歡吃這個 吃那個藥 那會高的 那你寧願叫醫生 一天叫他吃藥 讓他盡量 他在吃藥 那你就要加藥 就是讓他盡量享受他的藥 當然 這個不是醫生 這個不是醫藥的問題 這個不是醫藥的問題 醫藥的問題當然叫你不要 這個人生的 人生的治療問題 對吧 你說甚麼都不行 我現在做甚麼 我現在來這裡 你叫我活多幾年 甚麼都不能享受 這樣 是吧 你可以這樣處理 還有沒有問題 請問 我有少少行妙 但有時手掌 是否有問題 對行妙、治癒有問題 一般來說 糖尿病 是不會令到手震的 除非你的糖尿到一個地步 是正能影響你的神經 到一個地步 我相信 如果你說你有少少糖尿的話 我想你的手震 跟糖尿本身沒有甚麼關係 你的手震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現在一般來說 我們最害怕的原因 就是白金順症 這個就會有些手震 還有其他一些普通的病 如果少少手震 沒有甚麼特別的問題 如果白金順症 就會越來越震得厲害 白金順症 也有另外一些藥醫 我們可以講講這些 我相信跟糖尿沒有關係 是 你剛才說那個腫 腫是腫到甚麼程度 微微腫 還是腫很腫 即是那些糖尿病 不是 糖尿病本身是不會令到腳腫的 不過我現在講的是 如果你的神經 即是如果你的腳腫 腳腫就是 腎臟有問題 就會腳腫 心臟有問題就是腳腫 如果你的糖尿本身 引起你已經有腎臟問題 有心臟問題的話 就會令到腳腫 就不是糖尿本身的腳腫 但另一種類的腳腫 如果你的腳有感染 有些病人因為糖尿比較嚴重 他的神經已經沒有感覺了 你踢他也不痛 糖尿病影響了內臟的問題 不是糖尿本身的腫 糖尿本身不腫 即是令到你的心臟腫 有些人說 有糖尿病就要切腳 那麼厲害 我剛才就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 糖尿病切腳是很通常有的 如果你沒有糖尿病 你的腳腳損了 損了便損了 你塗藥膏便好了 如果不行 最多遲些給你吃抗生素 你沒事 但是如果你有糖尿病 我剛才講過 是你的血管 你的微絲管塞了 那些血不到 你的血不到 如果你的血不到 特別呢 你有感染 又有菌 那些菌就吃了你的氧氣 那你的腳 你的組織完全沒有氧氣 那你的腳就會死了 所以換一個人來說 這個就是 所以就要看一隻腳很重要 其實就要引起 引起 引起不是他本身 好 我想沒有問題了吧 我們下一個月 就繼續講糖尿病 今天唐尿病 這個只是講一個 開始一個概念 我們以後會講到 怎樣醫糖尿病 有幾種 怎樣醫法 那很多 比較詳細很多 就是有什麼要注意的 各樣的事情 歡迎大家下一個月來參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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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